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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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通车接近半年的港珠澳大橋 由大嶼山赤立各机场海面延伸出去 橋顿下面的水域 正正就是香港中华白海豚的棲息地 海豚保育学会 幸常地出海 评估本港水域内 中华白海豚的数目 暂时未见到海豚回来 你看到香港的海豚数字 其实过了港珠澳大橋完成后 都没有上升趋势 不可以大一条橋 因为未做完港珠澳大橋的时候 三炮已经有起 工程一单一单都没有停 由五年前有87条 到去年只剩下47条 数目预减近一半 这一日有30名市民 跟着学会出海 看看会不会有发现 其实都想亲眼 在它灭绝之前 完全到零之前 都看看有没有机会 亲眼看到一眼他们的身影 船经过港珠澳大橋的 人工岛对开 就先后发现 两条中华白海豚的身影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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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其中一条海豚的背旗被割伤 看上去就好像被斬了一刀 有家长就说 亲眼看到海豚的生存环境 反思自己应该如何 有两大正确的思维 给下一代 刚才正正看到一条 约了出来 很大条 看到它很漂亮 但唯独看到一条旗 就好像被刮了一半 就很肉痛 因为我们在海洋公园 或者其他乐园 看到那些 海上的动物 很完美 很漂亮 我们的后一代 现在太过注重了一些科技上的东西 或者很专注就是以为 好像做科技的东西 就已经是它的未来 其实这个绝对不是 其实我们的大自然 就是引育着我们的生命 其实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 曾经在海洋公园上班的郑家泰就说 希望家长救他们的子女 被困在水池里面 训练来做表演的海豚 并不是他们原本自然生活的方式 尤其是海豚这种动物 它里面会出现很多 我们叫做黑板行为 黑板行为 就是所谓 太满了 不知道做什么 那会做什么呢 海豚会兜圈在游泳 会拗一下牆 好像人坐牢 反映了他的情绪 都会出现一些问题 他又说人类是地球的管家 过度发展 其实只是伤害自己和下一代 保育到最后 都是保护我们自己生存的空间 人类都是生存在地球上 如果我们连自己的家也不保护 有谁去为我们守护自己的家 郑家泰说 单靠少数保育海洋的人士 不能动摇社会发展的巨论 唯有令市民心目中 了解海豚都是香港的一部分 才能帮他们修复失地